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的发动机却一直比较落后 而众所周知航天发动机的关键部件是航天轴承 可以说轴承的好坏决定了航天能达到的高度 目前国外生产的航天轴承可靠性能达到98%之高 相比之下中国的航天轴承可靠性还在96%左右徘徊 为此哈尔滨轴承公司和哈尔滨工业大学 协作展开了SI3N4氮化硅混合陶瓷的研究和应用作业 用陶瓷发动机轴承效果出奇 在高温下一般轴承钢球很容易丧失强度和硬度 而氮化硅陶瓷球融合了不锈钢与陶瓷的优点 在400摄氏度还能保持其原有硬度 在800摄氏度时才失效 是高功能轴承技术范畴当前最优的挑选 而且这种混合陶瓷轴承在无润滑油的状态下还能正常工作 其转速可以达到金属轴承的1.5倍 可以大大提高发动机的工作效率 现如今我国自研的混合陶瓷轴承 可以直接经过连续工作5个小时的验证要求 用不了多久 它将代替进口轴承 成为我国高端武器和航天领域的轴承主要供应员 到时我国便会成为近美 日以及瑞典等之后的全球第5个 能批量制造航天陶瓷轴承的国家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